第七题 曹永跑完操场时间后满身大汗 他喝下一瓶运动饮料后感到通体舒畅 这是因为他大量流汗后体内的电解值失衡 而运动饮料中含有电解值容易 补充身体所需电解值 平时为大量流汗并不适合经常饮用运动饮料 以免增加肝胜的负担 除了运动饮料之外 其实只要在水中加入哪一种物质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补充体内电解值 那我们晓得 我们的糖跟酒精都是我们上课教过 要请各位记住的 溶于水不导电的非电解值 冰块是水 水是极弱的电解值 所以基本上我们平常是说它不导电的 所以加冰块也应该没有用 那么只有食盐是所谓的强电解值 它在水中会解离钠离子跟氯离子 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 其实只要在水中加入哪一种物质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补充体内电解值 我们答案选的是 猪食盐 我这就是得跟氯离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